要不是宋茜因为FX的事上了热搜,还没发现我们宋茜,最近也太好看了吧,化妆师请你起立,接受我们的掌声要收起FX,可是我初中时候的一段回忆了,当时看了我姐,之后你维尼夫妇,你得不行,然后同时爱上FX和RPM。 两个组合,最后发现还是喜欢FX多一些,然后整天看FX的演出视频,觉得怎么那么好看,现在一晃,都出道八年了,最近雪莉在自己的综艺节目里谈退出FX的事情,说,这好像是不适合我的衣服,害怕看不见未来,可能是韩国的女团竞争太激烈了,但是FX已经走过八年了, 老本儿加新本儿,的力量,明明很强大了好吗?网友不自觉的心疼,我们宋茜一波,毕竟作为一个中国狗还是队长,明显要承担更多,可是我们倩倩倒是大方的狠,在微博回应了这个事情。 走好,无悔,I am fine,简直好感度爆棚了,毕竟经历过之后回头一看,说一句I am fine,简直是电影里的情节吗? 不过除了这件事情,同样让我注意到的,还是最近宋茜是不是颜值又高了,还是化妆失票了,这几次的活动里也太好看了吧,尤其是在下一站传奇里面,我根本没得看选手好吗? 这怕不是个看导师的节目吧,今天必须奔喜奔喜,毕竟变美式女孩子共同的追求,可不能你一个人先跑。 到了终点,地装说现在流行水光机的请看看季节,毕竟是秋冬了,水光机的反光直远处看起来只能像是油油的感觉,模特版的高级物感半哑光才是这个季节的好选择。 其实在我看来,秋冬季节的底装是很重要的,毕竟这个季节不是和太龙太艳的眼妆什么的,但又不能给人整体狠素,并样样的样子,所以有活力,看起来不苍白的底装占了很大一部分的作用,直接选择半哑光粉底液的宝贝儿们也不要一劳永逸,毕竟粉底液的名字并不代表效果呀。 只要是看起来过游过亮的,轻扫上散粉,还有就是,请不要给人脸上有点卡粉,或者是不是涂了一百层粉的感觉。 后重感毕竟是我们一直都不同意的妆感,除了用轻薄黄的粉底液来拯救之外,其他的遮瑕什么的,也不要追求遮得完美一遍又一遍的涂。 现在脸上有致的也是好看的,有个性的象征,眉毛宋贱的眉毛不得不齐,比之前好看太多了。 这种翻月型眉毛,简直不能太适合他了,整个眉毛看起来软软的又很流畅,对眼神的情绪表达也恰到好处,看起来柔和了不少。 这回即使送钱穿男装,用点尖也不会太过于man了,不过话说回来,这眉形是真的不好画,想拥有同款的情给我好好练。 毕竟我们还不是很会画眉峰不明显的眉形,眉头处不像是用眉笔画出的衍生眉,而是扫了眉粉,整体看起来眉头部分没有,根根分明,倒是更柔和了。 翻月型眉毛没有明显的眉峰,但是仔细观察,还是有一个过度的。 在眼睛上方的四分之三处,开始让整体眉形往下走,画到正强眼线的位置就好了,这种眉形主导的就是稀和弯,不能画得太长,否则真的怪怪的。 眼妆送钱的眼妆一直都是有特点的,因为他的眼睛很大,双眼皮又不是很明显,一画不好就会有带打的感觉。 这次变身了的纵线,眼线的方式上做了剪法,之前从眼头画到眼尾的上眼线减缺了不少,眼线变成了从四分之一触起,到了眼尾基本就收了,后面用深色的眼影晕染一下,没有画可满眼线的纵线确实精神的不少。 所以有时候眼神太呆板,困惑的姐妹学起来,眼妆部分还是要提一下卧蚕,其他的眼影都规规矩矩,老样子花吧,卧蚕这回的变化就是非常得体了。 毕竟我之前总吐槽,觉得韩国艺人的卧蚕过于重了,像是故意折出来的印子一样,而宋茜的卧蚕简直就是刚刚好,不是特别明显,但又有没法忽视的存在感。 所以爱话卧蚕的小伙伴们以后下手轻一点,若隐作现才好看,修容修容方面的技巧还是要说一说的,除了颧骨和内脸位置的修容之外,额头也是需要修饰的。 宋茜本身属于额头比较大的类型,不过最近剪的短发和碎刘海,已经缓和了不少大额头带来的压力,可是几根短短的碎刘海,也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。 这时候,修容就是必要的了,用修容榜沿着额头的发根图,再发根处向外用笔,越向外的手法越轻,要不容易造成整片黑的效果。 之后再用美妆袋或者是刷子,或者直接用手慢慢推开,以此修饰额头,唇装换了整体风格的宋茜唇装上面也提升了不少。 说实话,裸色,浅色可不是谁都能hold的这种感觉上镜,真的是有些素感了。 相比之前,化成红色的宋茜明前提高了很多档次了,而且裸色显色度低,显得嘴巴还有变大。 除了颜色外,秃口红的技巧,我们再照着宋茜学一遍。 先在上下嘴唇中间的位置涂上口红,然后找到唇峰的位置,用唇刷扫涂上去。 千万别用手,手比嘴唇的宽度要宽很多,一不小心就是车祸现场。 图片来源,INS新浪微博时尚COSMO原创内容未经授权,尽职转载如需转载,请联络我们护制版权。 请敬由联请,吴转禾来源。